医生就进来跟我讲 Madam Ong 你有冠病 当时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因为我是来要换肾的 去医院是要换肾的 但是到最后为了那个冠病 我就错失了一个机会 所以在房间里面的时候 其实是我自己一直讲 没有问题啦 自己安慰自己 但是我的内心里其实是很伤心 到了晚上我就崩溃了 第一年的时候我知道我有生病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点比较偏僻一点 想东西也是想一边 整天跟他们发脾气 人家吵架 人家身体又很弱 因为没有气 走一点点就气喘了 过后我的妹妹就想 你最好去走走运动一下 不要整天待在家里 不然你会疯掉 所以我就跟他 要不然每天他会陪我出去运动 走走 两天过后他就说 你一定要有点寄托 你不可以整天没有工作 因为我的以前我是做finance的 然后过后我一定要辞职 因为我要做洗肾嘛 洗肾的时间是规定每一次都是四小时嘛 2018年开始去做小贩 开始的时候是很辛苦啦 因为很累嘛 因为身体方面 体能方面是不可以 你要做的洗肾 我要下去开工的话 这体能方面就比较差一点 洗肾的时候 第一要很小心我的手 因为我的左手是不可以扛太重的东西 我也不可以跌倒 因为洗肾的人 我们的骨质是比较差一点的 另外一东西是 我要 因为我不可以喝水 我只可以一天才喝500ml 因为我每次在那个火炉旁边都是很热嘛 感觉是一直流汗 我又不可以喝太多水 为了要存活 我就要洗肾 但是因为我还有家人嘛 我妈妈还在世 她还 我不想让她伤心啦 然后对我而言 洗肾只是个过程 但是我的命还是一样要活着 就是这样很简单 但是我有问啊 到底那个捐赠者是谁 他们讲啊 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讲 不可以告诉我 但是假如说我要说谢谢的话 我是写一个那个 那个Thank you card 他们会帮我送给他们的家人 所以我听到之后我只是祈祷而已 所以感谢他 感谢他让我重新有个新的生命 不用再洗肾 我觉得我们人哦 只是有点限制 换胜与不换胜哦 不由我自己控制的 我的胜已经是坏了 为了存活要洗肾 但是有机会的话 我当然要换胜 所以我希望那些有机会换胜呢 要接受这个机会啦 不要放弃 连也不要放弃自己 就一直在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